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几年没回来了 这家家的变化呀真大 这怎么像我妈呀 妈 妈 你 妈 你这怎么在这啊妈 阿渡 你怎么回来了 妈 你怎么在垃圾桶旁边捡东西吃啊你 儿子 没事 没事 妈 什么没事啊 我都看到了 妈 这这么臭 能吃吗妈 儿子 你给我扔了干什么呀 能吃 妈饿 妈 妈 别在这儿待了妈 咱们呀是前面说去 走 妈 妈 放上歇一下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这我每个月给你打的也有钱啊 我割我嫂子呢 儿子 你别提 你割你嫂子了 你给我打的钱 都被你嫂子给我要走了 什么 都被她要走了 是呀 吃吃吃吃吃吃什么吃啊 你说说你个老太婆啊 在家里你能干什么呀你 儿子 小旭 我这一天 都没吃东西了 我吃的东西怎么啦 她怎么了 你浪费粮食知道不 这儿子 每个月 不是给你们打的有钱吗 难道 你们就让我饿着 不让我吃饭呀 她打钱 那干什么呀 就那点钱能干啥 我告诉你啊老太婆 从今以后 不仅没饭吃 家 你也不能回 知道吗 柔柔 你不让我回家 你让我住哪呀 这是我家呀 什么你家了 太婆 这是我家 住哪是吧 那外边 猪窝 狗窝 鸡窝都可以住 你们两个 也太过分了 不让我吃饭也罢了 竟然让我猪 猪窝 狗窝 猪窝 这你们也能说出口啊 这是你们做的事吗 别再给我哭哭啼子 装可怜了 赶紧滚 小旭 你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你亲妈呀 你是不是我亲儿子呀 把你养了 我容易吗 行了 别说了 赶紧走 滚 赶紧滚 出去 别人回来了知道没 给你打断 帮手帮手帮手 妈 这我哥跟我嫂子太过分了 真没想到 这我哥跟我嫂子 竟然是这样的人 本来想着这次回来 还打算接他们去城里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就让他们一辈子待在这里吧 妈 你就放心吧 现在儿子有出息了 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 妈 你放心 你这次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我儿子有出息了 好 好儿子 妈 我现在就把你接走 咱们不在这儿了 这让我哥跟我嫂子自能自灭吧 儿子 这你哥 跟你嫂子 那样对我 这房子 我不能留给他们 我要留给你 妈 这房子我不要 你就留着吧 但是我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的 儿子 这要能行吗 妈 他们这样对你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这是他们自有应得 行 儿子 这次妈都听你的 妈 咱们走吧 先带你吃点东西去 行 走 行了 你瞅啥要瞅 房子都没了 你还瞅啥呀 你妈都已经把我们赶出来了 这也不能怪我呀 不怪你 不怪你怪谁呀 你说说你 一点本事都没有 肉肉 以前确实是我们不对 我们那样对妈 现在想想 确实太过分了 你说说 这以后我们可怎么办呀 肉肉 等两天咱们再去给妈道歉 妈气消了 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毕竟 我也是她的亲儿子嘛 只能这样了 走吧 就是她